2020年2月24日 西蒙政府自我倒台 从那一天起 马来西亚政治就开始进入了一个 持续不稳定、不明朗的状况 两年内换了三个首相 从敦马哈迪到丹斯里慕尤丁 再到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利 当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高峰期之际 我国政局偏偏又陷入动荡 这是非常不幸的 当敦马选择辞职 而导致西蒙自我倒台的时候 马华工会是第一个建议解散国会 还政于民的政党 但是基于当时的局势 这个建议无法实现 国政和国盟唯有共主联合政府 已度过抗议的难关 可是马华从来没有放弃还政于民 稳定政局的主张 后来政治的远辩也一再说明了 联合政府只能是权宜之计 而不是长远之计 今天 柔佛正式面对了一个这样的局势 而到了不得不进行州选的关键时刻 第一 由国政和国盟组成的柔佛州州政府 本来是以29席对西蒙的27席 以简单多数执政柔佛州 然而土团党州议员 拿督奥斯曼·沙比安 在去年12月21日不幸逝世 导致执政党仅仅以一席的优势执政 加上了议长并非来自政府 因此目前州政府的地位是非常不稳定 州政府的政策和预算 在与会中随时都会被否决的可能性 州政府也正面对随时倒台的风险 第二 在政府地位极不稳定的情况下 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难以顺利推行 各种的道理很简单 政治不稳定意味着政府不稳定 政府不稳定意味着政策不稳定 政策的不稳定和不明朗 会导致投资者、发展商、企业 一再保持观望的态度 政府也无法做出重大的决定 各项投资计划和发展工程 一而不决、决而不写 最终导致州的经济发展寸步难行 以使柔佛错过亦后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 州的经济如果继续处于一绝不整的状况 受苦的是广大的柔佛州人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柔佛州三届领袖 普遍上都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周选 以组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进而带领柔佛州的经济起飞 由此可见 柔佛州周选不仅是必要的 也必须尽快进行 好让我们能够把权力归还给人民 由人民选出他们所属于的州政府 而这个州政府必须获得民意强大明确的委托 以便能够稳定政局 不需要再受到各种政治恶斗和政治暗算的困扰 而是全心专注于制定 有利于人民和州的政策 全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和生计 推动经济复苏 实现柔佛州的役后重生 让柔佛州在来临的虎年 如虎添翼 虎虎生威 我们越早还政于民 让柔佛州完成民主选举程序 柔佛州能够越早跨步向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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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